新經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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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業主立錯法團 會很嚴重的 歡迎來到業主立錯法團 今天我們拍攝 少少外景 關於環風環雨 打風的情況 在大廈有些法团要關注 例如有些事情突發 或者有些事情我們要巡視一下 看看大廈會否有些事情 令到會有些危險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處理 高山就會分享一下 當大廈有些什麼是比較高危 或者高風險 我們要留意 注意一下 好 一般大廈有商場 就看看有沒有流水的狀況 下雨 另外 我想大家都很普遍在街上見到很多招牌 招牌吹的時候 它動的狀況 跟平時的風吹動的狀況 有沒有異樣 或者它打上去那些碩士的螺絲位 看看有沒有鬆脫 通常就先看看這些 然後看完這些懸掛式的東西 或者有機會是外掛了外牆的東西 然後就看看一些渠筒 有沒有渠室 水渠能否擦 我們今天大概看看這些問題 有沒有太過擔心 通常出來都會有些突發的東西 好像上次這樣拍拍下 也有見到有導遊準備想交修 通常外景就會有這些狀況 看看今天會不會有些突發的東西 超哥被人吹了在街上 可能突發被人打 我都不記得 我們看看後面 我們現在上到天台 你大廈的天台 我們看看 如果在所謂八號風球底下 天台有些什麼 我們要特別留意一下 好嗎 好 歡迎各位 握機的超哥 今天八號風球 都順手分享一下 究竟八號風球底下 就是一個大廈管理人或管理處 一般要做什麼工作 在太空的工作底下 現在你看到那些風 超哥可以拍一下外面 其實吹到都含含聲的 雖然說今次的風 不是吹得很認 就是偏向南方 但是其實你說 如果你本身動大廈比較多一些 好像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有時要花一點精神的時間 去看看有沒有一些 譬如說有些鐵器 欄杆吹斷了 可能會吹到街上打到人 或者好像玻璃窗一樣 有沒有會爛 可能準備要開始拆 或者我們看看這些牆身 譬如有些電子裝置 譬如有線電視裝置 或者電錶等等 我們看看石屎位有沒有滴水 有沒有滴下去 通常就這樣做 好 好 我們可以走出來 現在不是很大雨 都可以出去看看 OK 有時出這些場面 大風橫風橫雨 有些可能會穿雨衣 我們去一些大廈地方巡 穩陣一點 我其實覺得真的要有頭盔 現在3M 不是說普通工程頭盔 3M那些 其實很正的 現在這套裝置 600多元 其實跟單車頭盔 沒有什麼分別 裡面都有 有箭 有發布膠 發布膠 碟墊 是的 全都齊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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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 另外可能不少 電筒 我以為你伸手 我以為你伸手 我真是電筒 我真是電筒 不要 警棍 你不要上來捉衣 其實我自己有個血型帶 放在這裏 就是只要有意外 醫護人員第一件事 見到你的血型 起碼都省兩三分鐘去驗血型 OK 另外有些少許凸 這裏有個鉗 有個剪鉗 是 開出來可能有個螺絲批 即使有些凡布 掛在這裏 即是外面會吹掉的時候 可能要立刻剪掉 即是有些索帶 吊吊吊吊 是的 或者有些 你來看看外面 有時有些繩子掛在這裏 有些繩子掛在這裏 有些繩子掛在這裏 如果有些東西綁在這裏 如果有些東西綁在這裏 其實你預先剪掉 就免得有意外發生 通常就這樣做 我們現在就準備出去 看看天台 大概有些東西 我們會注意一下 好 你指導一下我們的觀眾 通常下雨 不要帶傘 就要釣出 如果很大雨 就會穿著一件雨 通常都不會斗篷 有手袖的雨 通常我自己就無所謂 我最多就是換件衣服 最多就有 其實可能防水的風衣 可能更加好 例如這些 你看到上面 有些鼻雷針 有些欄杆 我們一般就看這些 上次天鴿 有支 比這支 手臂那麼粗的鐵通 上面有支天線 那支是吹斷了 就發得太厲害了 整支就像魚乾一樣 打橫發了下來 結果我真的要找人上來 那天我只有兩條人 拆不了 不夠力拆 把繩子綁穩 讓它不要 如果向另一個方向 跌倒 這個就直到地上了 如果我綁另一個方向 就由它跌回到天台面 天面就算了 是的 我們就大概 比如那邊 天台你看到 那支 即是那支碟 那支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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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星電視碟 其實已經都出爛了 已經都 那些是屬於 法團還是私家的 法團的 那這些就真的要等 維修的時候 才一次過搞 一般就看看這些渠嬸 有沒有 有沒有垃圾塞住 即是現在 是的 又沒有垃圾塞住 即是 即是 可能大風 就是有些垃圾積在那裏 是的 其實你看到 那些水都行得順的 你看到它都有落水的 所以我們就要到 雜誓 acceptable 這些就 OK 是的 那我們就走到那邊看看 順便有時就看看 這些 有沒有被人搞過 順便看看 都試過有人 是專門搞我的水制 專門關了水制 有人用水沒有水用 都試過的 是的 這些就是我們上次所說的 那些吹到彎 你看到一條 鋁通都可以彎到這樣 那你想想 那些風力不是小東西 即是對比 這條就這樣彎了 前一條就是一條直鎮 是的 那你就知道 其實上到來 有時你說 就這樣一條繩 是否真的沒有東西 我告訴你 不是真的沒有東西 條通可以彎到這樣 即是它可能有機會 條繩不斷 但它扯斷了 這個東西 那一塊東西就變成 好像一個歐系 即是李小龍那些雙子棍嗎 那些黑黑的東西 真是頭都爆 那天面大概都是 看看有沒有積水 然後就看看天台 即是其他位置 有沒有一些 鐵器可能會掉 大概都是看這些 我們現在就可以 可以躺下樓下 看看 我們再看看下方的狀況 好 例如這些門 我們一般會關上 因為怕會不會吹開 不停在這裡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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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拍拍拍那些噪音 那些護主有時也會投訴 有時便會檢查這些 那你上去 剛才看到那隻碟都破壞了 所以這東西也開始破壞了 是 這個是功能的,通常上到來上次,例如這些電梯房的門 上次不是打風,有段怪風來的時候,居然這樣鎖住都可以把門吹開 然後電梯房入水,四座所有電梯都停了 每個人都在投訴,沒有發覺,你的東西爛到這樣,我接手的時候已經是舊到這樣 你怎麼可以將一個,一去到我的手,沒有Miracle的 其實這些東西一步步來,我們有問過這些線耳 這些線耳,准不准加一個鎖頭,消防說不行 所以就沒有辦法,雜誌就這樣鎖住,裡面也有鎖子 這個就是上次吹斷了那些天線,這些位置 一般天面就是這樣,有時候我們會看看,周圍的大廈有沒有可能會摔東西過來 看會不會有些額外東西吹過來 今天其實不算很大風,但是上到天台都有點風靈 其實是的,其實剛才我剛才下街,看過街上,那些樹都吹到越來越下 那你看到,其實你看到好像很平靜,但你看到海面其實都是白頭浪的 你看到,那些水流動得很快,你看到水流動得很快 你看到,你看到,水流動得很快 那看看有沒有那些冷彈,就是跑步,外面那個海旁那裡 看到暫時就沒有,暫時的狀況就是這樣 OK,都有,都有外面,外面 擔傘,但可能是一些,未必是,可能是一些工作人員都不奇怪 都不奇怪 那麽遠看不到,是的,我們下去吧 這個是 如果浸都頗糟糕的,是不是 如果可能,待一些觀眾問,如果是不幸,可能是我們這些去水位 如果去到很大雨,天台浸的時候,有沒有辦法 通常就直接清垃圾,讓它去水快一點 因為你一浸,樓下就進水了,一定進水了 對,一定進水了,其實,你看到地上一塊塊 為什麽會見到,會有些黑色,有些灰色呢 灰色就是游一些防流油 頂住先 頂住雞頭而已,其實 那麽其實一般這些,很簡單而已 你有時見,就是,那個人在釘枝東西在那裡,浪衫 我其實,護主員問我,會不會拆的 我不是,我實際上,不是我不想拆 而是,問題是,現在他們在浪衫的位置,全部都滴水 那些冷氣機滴水,或者渠桶滴水,根本不能浪衫 那麽就逼著自己上來浪 那麽所以,有時的問題是,有些結構性的問題 我在這個 moment 解決不了 那這些,我們就叫做暫時忍耐住你 那麽有時,這些浪衫繩,都有問題的 原來他們都會爭叫,為什麽不讓我浪這裡 即是,有兩個護主互相在爭辯,我喜歡綁這裏 他又喜歡綁這裏,但你又覺得我阻礙你 你又覺得我阻礙我,互相剪斷大家的繩子 那麽都試過的,其實是 即是,小學雞問題 即是,什麽都會發生,這麽是舊式大廈 那麽我們就再去另一個地方 是的 那麽,這些位置,其實升降槽底是要這樣看的 因為,你放下去,你才會見到,看到下面乾 即是有雨水,現在暫時下面都乾 暫時我們覺得都 acceptable 因爲有水的話,其實.. 即是反光會令你 是的,如果你照下去反光,即是裡面有水入 有水入,你就要叫這些公司來的 如果暫時這樣乾, 變成長身, 另外變成長身, 乾的, 看這邊長身, 乾的, 即是暫時沒有水入 這個壓, 我們暫時都可以接受 看電腦槽頂就看這些 OK, 即是不用專門調開的位置 是的, 或者電腦槽頂, 你看到通常抽起線的位置, 你可以看看抽起線這邊 如果抽起線這邊有水積, 即是說電腦槽頂有水滴到抽起線那邊 然後滴下來, 這些就是你要調整的問題 是的 我們到那邊 我們到停車場 我們到這部分就發辣的顯示, 已經開始有地下水了 我們到這部分就發辣的顯示, 已經開始有地下水了 停車場這部分就發辣的顯示, 已經開始有地下水了 是的 即是可能它附近穿了, 有機會滲了出來 本身, 這些地下的停車場, 或者地庫, 地窖那些 因為我們在山腳上, 山腳有兩個狀況 就是上面有很多山水流下來 第二就是因為我近海邊, 其實水的level 都會影響到你有沒有地下水湧出來 你看到其實我這裏實際上沒有渠, 特別是那些水喉也是在天花板走的 地下這裏有水, 就是因為地下水湧回頭 幫不切 這些就是我們要檢查的東西 是的 喂, 走快點, 我先拍到這裏 因為免得它又打電話來這裏收不到 哎呀, 很麻煩的, 這些叉 怎麼打風開什麼的工, 我不是很夠的 在這裏, 在這裏 在小椅那裏 哇, 很厲害, 後的那裏 這個就是我們當時說的, 其實昆益二期本來有個停車場 不是, 停車場, 旁邊有個地點站口 這個就是我地點站口 我一照下去 上次喝水進去 你看到地下, 它都乾的 是 上次你看到水積, 其實它是浸過了這幾條樓梯 浸過了這裏, 差不多3-4級樓梯, 上次水泵不折 現在它調整的問題, 就叫做好一點 那裏有哪裏抽水 它下面有一個水泵 有兩個水泵 水泵應該就是, 可能不知道什麼事 就是抽得不夠快 這樣就令到水浸 剛才你看到, 在底下的水 其實都是這一類水浸過來, 其實是地下水 這個就是之前說的地下浸 很多時候我們就要留意一下這些位置有沒有浸 這樣就行了, 出去了 如果你們的大廈, 或者是觀眾的大廈, 地庫, 或者是補車場 是啊 要留意一下這些水泵 是啊 在打風或者留意的地方, 看看會不會有些壞了 或者可能是不分場的時候, 怎樣處理呢 是啊, 那我們現在走去另一個井 即是說, 這些地窖都會有些, 專程挖定一些井 就放一個泵在那裏, 讓它取走一些水 我們現在走過去看看 OK 還有, 你這個, 忘記了, 都是, 地陸, 忘記了 是啊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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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譬如說, 這些, 什麼停車, 你看見那些車子 堆得這麼出呢 根本哪裏夠過呢 哪裏夠過呢 通常這些地窖的坑, 不是因為它日久失收 它是做得骯髒的, 為什麼呢 這些地窖的坑, 通常是用來, 倒走一些水 讓那些水, 譬如說那些牆身, 甚至是流回到渠口 但是它們, 打理得不好 變成了很多沙塵 這些沙塵, 就積在那裏 變成了會影響了一些去水 其實這些沙塵 不是做得不漂亮 是它平時沒有打理, 沒有掃走那些層 有很多碎石在那裏 那我們就叫, 這裡叫井底 在積水, 看到嗎 是的 所以, 這個就靠這筆 這個沙塵做得好嗎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也是前朝偉物 是的, 其實就靠這個沙塵 把地下水泵走 這個井 就用來收集了 這個停車場傳過來的水 就泵回到街上 是的 應該積了一排 應該積了一排